33岁的王江是一名音乐人,同时也爱好摄影 近日,他萌生了用定书钉搭建重庆城市风貌的想法 于是从网上买来200多盒定书钉 凭借这两年在重庆拍摄《城市风光》的经验 在餐桌上搭建了一座重庆城 王江12岁开始学习吉他,13岁开始音乐创作 目前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除了音乐之外,王江还喜欢摄影 两年前,他开始拍摄《重庆城市风光》 他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 有时清晨6点钟就去爬楼 拍下了一张张重庆城市全景照片 凭借对重庆的熟悉与热爱 王江想用除音乐和摄影之外 另一种艺术形式来展现他心中的美丽山城 王江想到了几年前在网上看到过 国外艺术家用文具搭建城市的帖子 于是他从中获得灵感 想用定书钉来搭建一座重庆城 其实用定书钉这个我看中的是 它的定书钉本身的这种材质 因为它反光特别高嘛 然后也适合这种钢铁森林 这种城市的感觉 也适合特别像重庆这种 山城城市高低错落有致的 然后我的定书钉也可以很随意的 按照我的想象去给它控制定书钉的长短 来搭建这个错落有致的感觉 王江平时爱好拍摄重庆地标建筑 他最初的想法只是搭建一些地标建筑和特色街道 于是他从重庆朝天门和来福市广场搭起 搭完之后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 后来就慢慢扩建 因为搭建时全程没有使用浇水 作品无法固定 有一次王江不小心碰到了桌子 然后作品倒了一大片 王江没有放弃 他又小心翼翼地重新搭建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花了两天时间用了200多盒订书钉 终于搭建了一座长1.8米宽0.9米的微型重庆城 你知道因为我最开始没有计划要这么大 所以没有用任何一点的浇水 我一共搭了两天的时间 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 我不小心撞到了我的桌子 然后当时就倒了一大片 那个心情真的是 我当时就想全部推倒就算了这个事情 结果还是努力地把它挽救回来 把这个作品完成了 因为是临时起意 作品没有用浇水进行固定 风一吹就会倒 因此无法保存下来 王江决定在展示几天就把这件作品推倒 王江表示 以后会搭建更多的重庆地标建筑 不光是真实的 也有自己想象的 希望通过自己对城市的认识 让更多的人领略到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